古称乙食 现在 叫面粉 吃了四千多年 总要玩出点花样 一印二捏 三香四滚 脚手翻转 视为面人 当新朝美学遭遇传统面素 且看千人 一面 石铭宽 科班出身的美术生 没有什么偶然的经历与特殊的原因 就是打心眼里 喜欢面素 身为新一代的年轻传承人 石铭宽在传统面素中 增加了不少创新的元素 更是把自身的美术功底 融入进了这门 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手艺当中 我们传统的面素 有原材料主要是面粉和糯米粉 还有保湿防腐 就是用蜂蜜来保湿防腐 我现在所做的这些面人 会用到很多指甲 做的大小也是传统面人的几倍 甚至几十倍 最重要的是 我加了一些雕塑的手法 让它整个造型更加灵动 石铭宽捏的面人 美得不俗 美得真实 美到每一份细节 都经得起考验 传统文化的美 在它的雕塑之下 又焕发了新的获利 我师父曾经对我说 你要想在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那你就不能摸手成规 不然解决生计都难 要在继续传统的前提下 从造型 题材 艺术手法上 进行一些创新 跟上时代的节奏 满足现代人们的生命要求 从前只为谋生顾 含泪奏四方 如今只为美而生 欣然赴殿堂 怎么样 咱们中国传统文化 做出来的手办 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呢